很多人都是高估本身的幸运 而低估本身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目前还在肆虐着全球 但是反观马来西亚 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已经放宽了自己本身的一个防疫措施 甚至已经开始了忘记了这个疫情依然存在 马来西亚虽然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控制的蛮好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有时候这些病毒的东西是一个我们看不见 秀不到 所以如果我们本身掉以轻心 还是这边得过结果觉得没什么的话 这个就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风险 毕竟目前我们这一个有条件的行动管制令 还在进行之中 所以我们本身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所以应该在这个人多的地方 依然要戴上口罩 而目前最近尤其是 我在很多的地方 在可能说吃东西也好 或者甚至出外买东西都好 已经发现到有很多人开始做了一些 有一点点违法 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符合这个我们叫做 措施的一个条件 包括怎么样呢 开始不戴口罩了 开始把小孩带出来了 甚至还有人把婴孩也抱出来一起用餐了 各位 当然这个事情的话呢 也就是说今天你自己本身的孩子 尤其是年纪比较轻的 可能在抵抗力方面呢 会来得比较弱 如果你本身把他带出去的话呢 其实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有风险的一个环境里头 虽然我们讲的有很多地区都所谓的绿区啊 但是绿区不代表说呢 这一个就不会发生的这种疫情 因为毕竟啊 现在跨州已经没有限制了 有很多人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 开始办什么聚会啦 开始大使会啦 开始已经忘记了这个什么叫做社交距离啦 连口罩呢 也省的不买了 所以这一些情况底下呢 会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 有很多的国家 其实基本上呢 原先已经说是属于安全的 原先已经说是属于 疫情已经受到完完全全的控制的 但是呢 他们都爆发了第二波的这个疫情 而且呢 源头还找不到 而且也是蛮严重的 马来西亚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本钱啊 去拥有这个第二次的这个行动管制令 因为毕竟如果来到第二次的行动管制令啊 有可能在经济上会受到很大的打压 而且在我们的安危上啊 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危险的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啊 在整个全球性呢 爆发这个疫情的话呢 很多已经不再是以前所讲的 是什么小孩啦 老人啦 而是年轻人啦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活动量也比较大 而且也比较积极 也比较会到处乱跑 所以现在他们整个肆虐的这个群众呢 已经转向这些年轻力壮的人了 所以今天呢 不管什么年龄层 新型冠状病毒呢 依旧存在着 而且疫苗也还没有真正的研发出来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各位 也许我们会觉得哎呀 是不是有一点点过于担心呢 但是老实说啊 今天与其过于担心 也不要掉以轻心啊 要不然的话呢 真的是第二波疫情出现的时候 那自己本身染病的话呢 有可能 害己的不是只是自己 而是你全家人 整个附近的 你所接触过的人 所以呢 今天政府给予这一个放宽的这个措施 也希望经济能够从中呢 能够有所 可能所改善 不会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行管令呢 而导致到呢 经济停滞不前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对整个环境 对整个市场也是不利的 但是放宽的条件 不代表我们必须要真正的 就是觉得完全没有事情了 放宽的条件 我们必须要懂得 如何真正的照顾本身的 自己的安全 要记得 太张口罩 勤洗手 要懂得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这些都是我们基本要去遵从的 也许我们会觉得 有很多这些媒体人 或者是一些 我们觉得政府官员 卫生局的人 一直苦口婆心 在劝导大家 都是非常非常的啰嗦的 各位 今天 与其在还没发生事情啰嗦 总好过发生事情之后呢 我们连 人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啊 所以各位 今天 听话吧 不是说要待在家里 而是今天 你可以到处走 只不过是 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人多的地方 人杂的地方 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以便呢 我们要避免 这一个新冠病毒呢 再次的肆虐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做好 我们本身 每一个人的本分 已经是尽了 最大最大的责任了 我们下期再见